我們期盼兩岸盡速恢復健康有序的交流 也期盼以和平對的民主對話 共同尋求兩岸之間長遠穩定的和平共存之道 兩岸的關係要何切何從 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則 就是要符合民主的原則 以臺灣人的共同意志來做這個決定 我們向來歡迎兩岸之間有健康有序的互動 但不能夠把經貿往來變成政治工具 不能把商業機制變成政治威脅 分散風險布局全球人士臺灣未來產業要走的路 而且是一條對的路 而不是再一次走回依賴中國的這條路